Hello 我是大方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差不多在去年9月份的时候 购买了我的MacBook 从我的生产环境转到Mac电脑 差不多也有一年的时间了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这一年来 关于Mac操作系统的一些 使用习惯上面的变化 我指的是从Windows操作系统 转到Mac操作系统 那么今天这次影片 我讲最基础的几个 从Windows操作系统 转到Mac操作系统上面 最大的一些不同 主要是给Mac操作新手 看的一期影片 我觉得最可悲的事情 就是你买了一台新的Mac电脑 但是由于不会使用 就去安装了Windows操作系统 大家知道苹果的产品 为什么能够卖出这么高的价格 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 是因为它的软件 也就是它的操作系统 不管是iPhone iWatch iPad等等 我听到有一句话说 苹果公司根本就是一个软件公司 而不是一个硬件销售商 当然这是一句玩笑话 但是足以见得 大家追捧苹果产品的原因 很大一部分 是因为它的操作系统和软件 但凡你有一点想法 想将你的Mac新的电脑 安装成一个Windows操作系统 我劝你还是no 宁可花费几天几个月的时间 来适应一下Mac操作系统 这样你就可以大大的节省出 你余生用于折腾电脑的时间 比如说重装系统 杀毒 不知名的原因 蓝屏 退出 死机 之类的原因 好 当我们购买了一台新的Mac电脑的时候 首先它界面是这样子的 我们先看顶部 上面这条长条 就是传说中的菜单栏 这个可以说是Mac电脑的一大特色 为什么说它是特色 因为Windows电脑没有 我们先看顶部菜单栏的右边 这里有一些我们常用的 比如说时间的显示 电量的显示 WiFi 蓝牙 音量 搜索 和Siri 还有输入法的切换 通常在Mac中这个区域的功能 Windows当中是在右下角 以至于我很长一段时间 从Windows切换到Mac之后 我都找不到我要看的时间 因为它在上补 而不是在下补 Mac电脑新手 还有一个很大的困惑 就是我怎么关机 因为在Windows当中 通常我们都在 左下角的开始菜单中去关机 Mac电脑恰恰是在左上部的 白色的小苹果 我们点开看一下 这里有重启关机和睡眠 当然白苹果当中 还可以使用一些关于本机 系统偏好 以及强制退出等功能 其中系统偏好尤为重要 因为在系统偏好当中 它能够进行大部分的 我们系统方面的操作 它在下边的程序屋当中 也可以找到 就是这个齿轮 对了 如果你是iPhone iPad用户的话 对这个标志会非常的熟悉 它就是我们的 iPhone当中的设置图标 好了 关于这个功能 我们以后慢慢来介绍 好 然后看顶部 左上角 有这样一个菜单栏 这个菜单栏的使用方法 也是跟Windows当中 有很大的区别 比如说我们打开一个谷歌浏览器 看到吗 它这个菜单栏发生了变化 它会显示当前我激活的 窗口的软件 所对应的菜单 比如说我现在打开谷歌浏览器 那么它上面原本的仿达 就变成了Chrome 这边的文件 编辑 试图 历史记录 书签 都是我所正在打开使用的 这个软件的菜单 不管我的软件 窗口在什么地方 这个菜单栏 始终是固定在顶部的 这个也是Mac新手 最大的一个不习惯的地方 有很多人说 我在Word制作好一个文档之后 在哪里打印 找不到 通常我们在文件当中会有打印 那么文件在哪里 对 我们应该往上看 它的菜单始终固定在顶部 比如说Word打印 比如另存 打开新文档 都是在顶部 不管我们的窗口移动到什么地方 它始终固定在顶部 这个也是和Windows操作 有很大的不同 讲完顶部的布局 我们看一下底部 这一条就是我们Mac系统 独有的程序屋 它所谓程序屋 我们系统当中有很多的程序 在这里存放了一些 我们经常用到的程序 这个和我们的iPhone iPad都是如出一辙的 只不过iPhone iPad下面的程序屋的 图标的位置是固定的 而我们Mac电脑中的程序屋 可以有一长条 如果你不够放的话 我们还可以将它鼠标 细心的小伙伴 可以看到有两条图标 看到吗 这边有一条 最右边的这条横线的右侧 存放的是我们的一些下载的文档 被最小化的一些窗口 以及我们的文件夹 比如说 我们可以将这个文件夹 推移到这里 比如我现在要关闭这个Botty 我们退出 那么它就关闭了 我们点击鼠标的右键 激活某一个应用程序 我们可以看到 在程序屋装中保留 也就是说 它一直会显示在程序屋当中 不管你是正在使用 还是已经关闭的 这些应用程序 鼠标放到这条系的线当中 我们的鼠标 会变成一个上下箭头的图标 那么我们按住鼠标的右键 往上拖 它就将这个程序屋的图标 放大了 如果是往下 它可以将程序屋当中 缩的非常的小 而且可以排放更多的应用程序图标 而我们在iPad iPhone当中 下面程序屋是固定位置 和固定大小 好 我们现在将它恢复成 我们想要的大小 好程序屋当中 左边的第一个 有两个人脸的图标 它叫仿达 在英文当中叫find 它的中文的翻译非常好 翻译成仿达 就访问到达的意思 这个功能 类似于我们windows当中的资源管理器 这里有位置 靠的云盘 还有我的一些收藏 比如说我们通常下载的文件 它都会在下载的文件夹当中桌面 当然这些都是可以调整的 我们以后慢慢来介绍 这个仿达这个图标 它始终会出现在程序屋的最左侧 它也不能移动位置 也不能够去除 所以你一定能够找得到 那么第二个通常是我们的启动台 所谓启动台 就像我们的应用程序的一个库 我们打开 好 这里包含了我们所有安装过的应用程序 你也可以将它拖曳合并 还有命名 这个类似于我们iphone的桌面的操作 在这里我们可以快速的找到我们想要打开的应用程序 我们现在进行一个实际的操作 我相信对一些Mac的新手的话会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首先我们要有一个场景 将A文件夹当中的某一个文件内容 复制到B文件夹当中 我们怎么操作 通常我们Windows用户的话会直接按鼠标选中 我们想要复制的文件 用我们左手优雅的小指按住Ctrl 然后我们的实质按住C 就是Ctrl C 然后我们到我们的B文件夹当中 按住Ctrl V Ctrl V 没有 好 那么我们想到第二个方法 鼠标右键这个文件 看到有一个复制 非常好 我们点一下复制 怎么在这多了一个文件 我们再到右边 粘贴项目 怎么又是A文件 我们看一下 经过刚才的一番操作 我相信刚才这番操作 就是我一开始使用Mac电脑中 一直困扰我很久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不会复制文件 Mac当中的快捷复制文件的方法 是选中文件之后 按住Command C 然后到目标文件夹当中 激活这个窗口 我们按住Command V 好 这样就复制过来了 也就是说 我们在Windows当中的Ctrl C Ctrl V 我们要把它改成Command C Command V 好 这个是复制文件 好 如果我们要删除文件 我们右键鼠标 我们可以将它移到废纸楼 或者是直接拖曳到程序屋当中的废纸楼 键盘当中有一个Delete 为什么无效 这个也是对Mac新手的一个很大的打击 我用了这么多年的电脑 竟然不会用Delete 不会删除文件 那么在Mac电脑当中 有个很大的跟Windows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如果键盘快捷方式删除文件的话 直接按Delete是无效的 我们必须要按住Command和Delete的组合 来实现删除文件 我们现在要从A文件夹 将BigFound.txt这个文件 剪切到B文件夹 我们已经学会了 Ctrl都是要把它改成Command 所以我很优雅的按住了 Command X到B文件 Command V 为什么没有过来 那是因为在Mac系统当中 Ctrl X功能对文件的操作是无效的 如果你想要剪切 或者说是移动 BigFound.txt这个文件 从A文件夹到B文件夹 那么我们要按住Command C 也就是说先将它拷贝 然后到目标文件 这个时候按住Command V 那么直接将它复制过来 那么我们按住Command 边上的Option 再按住V 这样的话就剪切过来的 当然我们也可以通过 直接鼠标拖曳的方式 也是实现了移动的这个功能 而不是复制 如果我们按住Option 拖动这个文件 看到了它变成了一个 有一个小小的加号 也就是说它是复制过来 此时我们如果 如果后悔了 想要撤回刚才的操作 我们按住Command加Z 那么它就回到了我们刚才的状态 我们可以连续按几次 返回几步我们的历史操作 好了 我们现在学会了怎么复制 删除粘贴 现在我们看一下 鼠标的操作 或者说我们能触控板的操作 当我们鼠标点击这个文件的时候 我们看到有一个复制和一个拷贝 那复制和拷贝的A文单词 是不一样的 我们看一下 我们复制是指将它 在同样的文件夹当中 新建一个副本 而我们的复制 我们按下去 就是执行我们Command C的操作 它没有变化 只是在我们剪切板当中有内容了 然后我们到目标文件 右键粘贴项目就过来了 这就是拷贝 用这就是用鼠标 或者用触扣板来操作 制作替身 那么这个制作替身 我们点下去看一下 它这个文件图标 和其他有一些小的变化 这里有一个小小的斜向的箭头 那么其实它就是我们 Windows当中的快捷方式 我们可以将它推到任何的地方 然后我们打开 那么其实打开的 就是真实的这个文件 好了 到这一步 我们基本上讲解了 Windows用户转移到 Mac操作系统最大的几个困惑 就是如何删除文件 如何复制 粘贴 拷贝 移动 等等概念 不要觉得学这个很low 但是我们新手上路 像我使用了十几年 Windows电脑的用户来说 这个是一个最大的门槛 学会了这几招 基本上你对Mac电脑的操作 已经没有很大的障碍了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我在我们的电报群里 听到有些小伙伴说 苹果电脑 只是用于跑跑代码之类的 这种说法 我是不认同的 那么这个说法 如果放在十几年前 也许是对的 因为在那个时代 苹果电脑的普及率 没有像现在这么高 那么很多的这些应用程序 没有开发Mac的版本 很多的常用的应用程序 都无法在Mac电脑当中使用 在目前2020年这个时代 已经不一样了 很多的应用程序 都有Mac的版本 很多人不使用Mac电脑 还有很大一个原因 是因为比如说像网银的浏览器 都不支持Mac 那么现在由于Mac的普及 很多的银行都已经支持了这些浏览器的Mac插件 再加之网银很多都在手机上操作 所以这个门槛可能也已经没有了 为什么说Mac电脑中不容易中毒 其实这种说法不是完全的准确 Mac电脑当中 它并不是说不会中毒 而是因为很多的这些病毒的开发的人员 是因为Mac的普及率虽然增高了 但是它整体的一个使用的人群的比例 还是相对于Windows还是低很多的 由于这个成本考量 我们如果一个病毒 或者是一个病毒的开发人员 我们制作一个病毒出来 那么总归是想击中大部分的面积 让它更有效的产生效果 那么肯定会去针对Windows操作系统 做一些研究和开发 那么如果是针对Mac电脑开发的病毒 也是同样是可怕的 所以我们在Mac电脑当中 也需要做一些一定的防范 这样我们开篇说的 我劝我身边的很多小伙伴 如果是新购一台电脑的时候 尽量去选用Mac操作系统 而不是Windows操作系统 然后花一点点时间 比如说看我这期影片的时间 去适应一下Mac操作系统 那么这样做就可以为你的余生 节省出大量的时间 去做更重要的事情 我是阿芳 我们下期再见